加一托吃 最近在家都已经咸猪屁了 尤其每天在家闲着刷美食视频的时候 越刷越馋越刷越馋 尤其是想点一份外卖 然后点的是啥呢 点开乐 点炸鸡 点大汉堡 大薯条 对不对 因为有人又说了 你说你自己在家做 你个美食博主 你自己做做完吃的不香吗 不好意思 我告诉你 外卖和自己做 带给你的快乐 是不一样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如果你像我一样 手里有这么一个汉堡和这么一个鸡肉卷 如何把它加热消消毒呢 用水煮可以 但是煮完以后就没法吃了 用微波炉打热也可以 但是里边的鸡肉也会软掉 索性我们就用 物理外卦 用嘴 出热气 慢慢融化它的内心 这样也是不能吃的 首先呢 我们今天就挑战一种非常独特的加热方式 就是汉堡 天附罗 首先碗内呢 我们倒入这个天附罗的炸粉 然后在碗内打入一颗鸡蛋 然后碗内倒入适量的水给它搅匀 就是你们能看到 我用的这些杯子呢 上面都是有刻度的 但是我为什么从来不告诉你们 要放多少毫升 要放多少刻呢 因为 作为一个大老粗美食国主 我从来都是看感觉 所以你们呢 也就用心体会 因为毕竟我从小做美食 看这些美食综艺的时候 他们都是告诉你 放两钱 放三钱 鬼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今天要做天附罗 外衣的这个呢 是叫做翠花 不是东北的 就是 有时候做寿司会用的那种翠花 然后呢 把汉堡直接丢进去 滚一滚 蘸一下 好 哎 胡哨 丢入到这个翠花当中 其实蘸也行 不蘸也行 只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 这种外面有翠花 这种酥脆感 然后这边油温呢 烧到1456 基本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丢入到锅中 然后鸡肉卷也是一样 丢入到锅内 尤其你们看这鸡肉卷 这么翻车 是不是像炸油条的感觉 这个道理啊 炸多长时间呢 其实我像大家都玩过 那种厨艺小游戏啊 就是你就看那个颜色 一般到达那个最完美的颜色的时候 会有一个那个小箭桃 到绿色的地方 哎 就是现在关火 做好了啥也别说了 尝一尝 我就突然想到 其实有一种很好的吃法 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个鸡肉卷 炸完以后很像是我们街边的那种 炸串的那种什么大鸡柳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可以索性拿这个筷子呀 给它穿进来 然后蘸上一点这个酱汁 还不准外观像 吃起来跟外边那个街边的炸鸡柳味道都很像 就是它外皮本身这个面皮层很脆 而且很厚 接下来我们尝尝这个汉堡 但是裹上这层面 炸完以后 我本来以为里面的面包 会变的就是质感会比较 就是粘在一块 没有像原来那么松软 反而你看到这个面包里面的缝隙感 变得更强了 就是咬下去以后 那个松软的感觉特别特别的棒 怎么说呢 用两个字形容很死式 就一口咬下去以后能吃好久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油渣鸡肉棒呢 鸡肉卷 还有这个油渣大汉堡 调整完以后呢 其实我觉得 还是不是怎么说呢 不是说很惊艳 但是吃起来口感也不差 如果你家里恰巧也是像我一样 特地买了一些快餐 然后把它放凉了 然后拍着面机试别弄嘛 你完全可以试一试味道 推荐 大家在这儿 谢谢观众一下